主席 各位出雷席人員 先請部長 高部長 沒關係 就這樣休息半 您好 我想今年建國百年的國慶相關的活動 這個規模還有精彩的程度 都勝過於往年 因為我在現場也看到了很多的活動 現場民眾參與的熱情 大家的熱情 所以完全展現出我們台灣的活力 剛剛有人問到神龍小組的問題 我是覺得 因為我有在去年 今年吧 跟我們的帥委員 一起參觀清泉鋼 漢光演習的跳傘 演練 所以我對這個覺得說 他們能夠在這種氣候情況之下 能夠那麼 達成力有百分之五十以上 現場我們看到那個 閃兵跳下來 大家這個高興的程度 還有這種 覺得很光榮的這種程度 實在是難以形容 那 能夠在這種 不確定的因素之下 能夠這樣在現場降落 我想連外賓 他們都覺得很驚訝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這個技術 真的是相當不錯 所以 應該在這個地方給他滾進才對 謝謝委員 那麼平常我們除了這個之外 露驚官校的表演也是不錯 他這個 尤其是年輕的這個族群 他們討論的更多 那麼 那個憲兵的機車連 憲兵的機車連 因為女性的人員參加 那可見我們這個女性的表現 也不勝受 所以呢 我們今年在 這個表演上面 充分表現我們國軍的實力 所以呢 我想 當然不可能每年都這樣 因為這個的確花了不少錢 然後呢 我們能夠在建國百年做這樣的表演 我想 都辛苦了 在這個地方 恭喜這個 我們這個部長 領導有方 不敢當 不敢當 那再下來我想再請問一下這個 我們CM24 這個裝甲彈藥運輸出 這個是不是在集體啊 這個做這個CM24 是 向委員報告 CM24的這一個 它這個是我們國人製造的 對 就是由冰整中心出 它出產 對 那我上次有去參觀 是 覺得相當不錯 做那個 這個 就跟我在做F16AB 都有那種感覺說 覺得很光榮 因為這個我們國人自製 是 但是好像目前它好像說 有做了兩百架 兩百輛 兩百輛 但是呢 可是這個駕駛 合股的駕駛 是不是不夠 只有一半而已 那麼如果有這種 戰車在那邊 結果 因為這個駕駛有點不夠 那是不是有一點浪費 或者說我們可以考慮賣給別人嗎 都賺一點外匯 沒有 我不曉得為什麼會 這個駕駛人 人力不足 這個原因在哪裡 這個是 向委員報告 這CM兩次主要是彈藥運輸車 是我們原來的這個火炮 需要有一部彈藥車 專門來供應給它 那麼以往我們這個 這個假車的訓練 是由這個步兵學校來訓練 那麼現在就是訓練的人手 它這個沒有規劃好 讓這個退骨中間 產生了一個缺口 我們現在已經要求陸軍 把這個炮兵的需求 跟它的原始訓練單位 因為這些炮 除了陸軍以外 陸戰隊 海軍陸戰隊 也有同樣的炮 所以它也有同樣 這個系列的這個彈藥車 至於這個炮車的 這個彈藥車的 彈藥運輸車的駕駛手 要怎麼樣訓練 讓它能夠無縫接軌 這是我們自己要檢討的 那目前就是說 不會造成浪費 那這個就跟我們那個F16 AV 升級版已經 會購買了嘛 所以我們那個訓練這個pilot 很重要 是 那麼好像目前這個五年一簽的話 目前快要到了 是 所以我們是不是也要再繼續 跟他們再加強信任 活動 這一次在9月21號晚上 美國宣布這個案子 雖然他們這個 呃 相關單位啊 已經送到了美國國會 是 我們希望在30天之內啊 它能夠正式宣布 裡面就包含了陸科基地 後續的這個合約在裡面 那這樣才不會說 又造成 到時候這個駕駛不夠啊 那升級是升級的 還有很多人 沒有地方開的 那就麻煩了 那剛剛我們 我們在這個貴賓室 呃 跟六 五位 呃 四位 化國的參議員見面 是 那這化國的參議員呢 呃 提出了好幾個問題 那麼他 當然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立法委員怎麼樣產生 那 對於女性的保障名額有沒有 那麼 那麼後來他們又提了一個問題說是 死刑的問題 他說 歐盟很多國家都已經死刑死刑 那 台灣目前好像還沒有 那 那當然我也都跟 一一跟他做了解說 那麼 最後要結束的時候呢 我跟他提出一個問題來 因為 我們 F16AB的升級案也是經過 國會參眾兩院 還有我們這個 國防部 大家來努力 請他們 極力促成 那 雖然說以往我們跟化國這個 買的這個武器 出現了一些瑕疵 一些問題 那我還跟他問 我說 最後 我們你們要離開之前 我能不能問你一個問題 是不是能夠透過你們參議院 再加上眾議院 你們也在你們的國會裡面 幫我們一點忙 看看有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 美國目前還沒有要賣給我們柴油潛艦 他也是要委外 如果說我們歐盟的國家裡面 大概你們華國比較有可能 沒有辦法經過你們參眾兩院 提案來促成 將來跟我們這個台灣 達成這個柴油潛艦 傳統潛艦的購買 還有我們這個防衛性武器 你們的飛機 應該也有蠻進步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 是不是可以 給我們 一起來做這個問題 我們跟歐盟之間 也是有些商業來往 我們最近 空軍買了三架救護機 就是買歐盟的直升機 好 那歐盟是向哪一國買 這是歐盟 我覺得好像是 好像是 聯合公司 好像以法國為主吧 所以應該是 法國是比較可能 比較有可能 聯合 聯合的一個 好 那如果 剛才委員 這樣子提出的想法 我想我們都不放棄 對 希望真的是點時成金 結果他自己也不太清楚 他就問了現場的那個副代表 副代表跟他講說 也不太清楚 結果我就跟他講 這個問題 就像你剛剛問我那個問題一樣 貴國 希望我們能夠匯除此行 大概 我們要跟你買5G 大概 兩個是同樣的困難 需要一段時間來努力 請你們回去以後 能夠朝這個方向 能夠做這方面的訴求 他說好 請我們再跟他聯絡 所以我們會再跟他保持聯絡 如果說有機會的話 能夠再達成這個的話 我想 當然不需要單邊靠美國 我們也是可以從歐洲那個地方來 拿到這個武器 謝謝委員 謝謝